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贴盘一点今天来讲一些产业的讯息 散装航运最近运驾表现相当不错 特别是9月份以来开始涨 BDI BCI 还有一些比如说海甲型的 在的顿数比较多 大概8吨以上在一些比较铁矿煤沙 但是有一些因为巴拿鱼河过不去 所以巴拿马型的在一些5到8吨的 最近的运驾也是飙涨的不得了 全球经济现在不是还相当的萎靡 还说在接下来可能会衰退吗 为什么这些运驾9月份出现了今天大涨呢 各股的操作 明哲文嘛请您上台来了 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最近运驾开始出现了大幅的飙涨 对事实上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就是最近到底表涨了多少 智慧帮帮大家所准备的是BDI的这个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14号这天涨了13% 那最近一个礼拜它是涨了40% 那其中呢BCI就是海甲型的这个运驾指数 它是涨45% 最近一周是涨了138% 大家觉得这个涨幅已经够大了吗 我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把时间稍微拉的长一点 大概就从8月底当时的一个低点位置来看的话 BDI指数它是涨了65% 然后海甲型BCI它是涨了418% 一个月以来 半个月8月31号到现在 涨418% 没错 对 然后巴拿马型则是涨了76% 那唯一下跌的是BSI的轻便极限型 它是跌了7.44% 来帮我们上一课 或许有的人知道 帮我们复习一下 这些有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BDI指数 它是由三个指数来做构成 那BDI指数它是采取40%的BCI 就是海甲型 然后30%的BDI指数巴拿马型 以及这个30%的BSI轻便极限型的爆架 那海甲型所谓的海甲 就是那个三面环海 然后只有一面接入地 那事实上过去 他们在通过那个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如果那个船型比较大 它没有办法 它所以还叫绕那个好望角 对那好望角 它就是一个海甲 所以那个海甲型 它代表就是比较大型的船只 那巴拿马型呢 就是刚刚谈到的 就是巴拿马运河 那现在其实都有拓宽了 所以它的那个 可以这个通 它通过的标准 其实现在也会放的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轻便极限型 就是最小的顿数 大概就是大概1万顿到4万顿 这样子的一个载重量 就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轻便极限型 所以大型的船只 在孕架的部分 表现是比较飘悍的 那比较中型或比较轻便型的 反倒是涨幅没有这么高 就显示了什么样子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最主要在这一波 它是由海甲型来做带动 所以我们就要看海甲型 它到底载什么东西 对所以它最主要载的是包括像是煤炭 然后铁矿砂 这些比较那种所谓的原物料 然后是属于那种金属类的相对来讲 是比较多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大涨 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钢厂 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它的库存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那你进入到因为你库存比较低 当然事实上你后续就要补库存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人谈到说 中国钢厕拐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去做浮现 那事实上当然这个有政策加持的 那个原因在里面 就是说中国在那个10月份 要开那个20大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他们就谈到一个 真的就是要保交楼 什么叫保交楼 之前房子都交不出来 对9月那个之前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烂尾楼 那现在就要求就是说 反正无论如何 9月底之前你要全面复工 对就是对 你要把那个房子继续盖 对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你这个盖房子 你对于水泥啊 或者是钢铁的那个需求 它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弹生 那另外巴拿马行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 就是BPI指数 大概也涨了76% 那它最主要是以这个股物 然后以及大宗物资为主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几个原因 是造成它的那个报价 前年大幅度的上涨 那当然这个其实有联动到 一些BPI的指数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那个煤炭的部分 因为现在那个欧洲不是被断气吗 对就是那个俄罗斯说 你那个支持乌克兰 我就不给你那个天然气 那怎么办 那冬天马上要到啦 我总是要准备一下 所以是不是说 那是用那个煤炭来做烧煤 不认识发电或者是取暖 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抢运煤炭 然后供冬季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利落题材 那事实上 如果以过往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散装航运类股来讲 因为他们在的最主要是 谷物大宗原物料这些东西 所以整体来讲 他们的旺季是在每年的10月份 到隔年的4月份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刚好也进入到谷物的 这种所谓旺季的时间点 所以谷物的运载的需求 它其实是有出现 比较明显的增温 所以包括像是美国的大豆跟玉米 它在9月份到11月份的时候 刚好是它的出口旺季 所以这几个题材 刚好加起来 就带动在整个9月上旬 整体的BDI指数 呈现大幅度上升 那我请问你 接下来这个运价 当然因为之前前面那个波段 其实往下跌得很深 那也因此这一次谈得比较快 这两种的传新 接下来运价 你觉得再持续往上飙的几率高不高 基本上因为短线上面大涨 事实上我觉得短线上面涨多之后 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回档 但是至少它是从谷底开始出现翻样 所以刚刚这个题目一开始 不是问是到底是曙光还是这个 回光 我是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 这个曙光的味道在里面 对那后续我们就看 整个旺季的时间点 能不能够旺季续望 那带动整个所谓的BDI指数 能够呈现大幅度的反弹 那当然对于这个散状航运类股来讲 它就会有带动的效果 好那刚刚讲了 海甲型是比较大的 海甲型的一个运价上涨的幅度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巴拿马型也不低 但是就在海甲型之后 如果要选股 哪一些偏向海甲型的比较多 哪一些巴拿马型中型的船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过往其实归类都直接归类 叫做散装航运 但实际上如果从这一 当然大多数的时间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BDI 它是由三个指数做构成 理论上来讲应该都会一起涨 但这一次比较特殊 是由BCI一个直接标出去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 要稍微把它区分一下 就是到底这些散装航运 他们是以什么为主 手中的船谁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惠阳是国内船队 散装航运船队当中 船数最多的 它一共有141艘船 德国它是以这个所谓 轻便跟小型轻便船为主 是有73艘 那巴拿马型则是有33艘 所以这个是惠阳 它的船队最多 但是它是以这个轻便型 跟巴拿马型为主 中小型跟轻便型为主 所以它的大型海甲型那个 对相对来讲它其实它有 但是它整个占比比较小 那另外这个占比比较多的 应该是玉民 玉民它有74艘的这个船队 那其中巴拿马型有25艘 海甲型有23艘 它是中大型的边多 对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两天 股价感觉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那另外包括像是四维航 它是有35艘船 轻便型是20艘 多用途是4艘 这个是占比比较高的 然后台航则是有28艘 它也是以轻便极限型 然后卡尔萨姆型 卡尔萨姆是赤道的这个中间 这个一个国家 那一样是以它的港口作为说 那个船这个大小的一个标准 对就是我能不能够停进这个港口 不过整体来讲 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每一家公司 它的那个载重的顿数 其实它跟那个巴拿马型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就大概5到8万顿的 8万顿对 那中航是大型的 那中航14艘它就只有海甲型 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然今天股价是有点开 攻到掌停板之后开高走低 但是为什么早上 它会先往那个掌停板去靠拢 因为它14艘船全部都是海甲型 全部都是大型的 对都是大型的船 一开始全部都在反映那400多%的涨幅 没错然后星星是14艘 那海甲型其中占了8艘 那超大型油轮是3艘 对所以它其实还是不是说单纯 只有我们刚刚所谈到几个分类 还是有根据你的用途 或者说你的载的东西不同 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名称 林哲你帮我选 如果在接下来 您认为大型的海甲型 运价飙涨大概会比较突出 还是说接下来可能中小型 或轻便型的会比较突出 如果要选股的话 哪一些比较安全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现在涨的是海甲型的报价 所以当然我会觉得说 对于海甲型占比比较高的 比如说玉民 比如说像是中航以及星星 相对来讲 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好来看一下玉民的现行 玉民在今天早上也跟着涨 但是就是虎头身尾开高走低 因为季线的压力吗 怎么看在玉民 多多少少啦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季线扣底 位阶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等于是说我的季线还是前线下弯的 但是下弯的均线 基本上你要突破要做带量 那今天看起来是黑K 但是我说真的 其实表现不算差 因为他是用跳空的方式去过 然后最后有出量 那整体来讲当然开高走低 不过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季线的话 当然随着季线的翻扬 我觉得股价其实就会有一个往上挑战的空间 就这么刚好 季线是40.55块钱 今天收盘就守40.55 所以如果明天再开高就有机会往上 没有错 OK好这是玉民 接下来同样中航 哇中航在今天也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上影线大量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所有的个股 其实都涨得差不多 因为他们前面都是呈现比较明显的风跌 所以你看今天的股价 其实也是挑战季线的位置 留上影线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的玉民 他是已经过了季线 所以相对而言 他的走势上面可能会是比较跟进的 他不是那种可以主导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说 不是说中航不能够做 而是如果说后续的玉民能够续强的话 那中航的股价 他其实就有跟进的条件 所以要看玉民 对没错 OK好 玉民中航新兴呢 对那新兴的股价 那这个时候也是跳空 来到了这个所谓的季线的一个位置 那留了一点上影线 不过他的多方缺口是比较明确 所以我们后续就观察就是 这个多方缺口 如果能够持续守稳的话 那基本上整理之后 其实应该也有攻击的机会 好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 原来在接下来 这个孕架的上涨 孕架的飙涨 会是乐观的曙光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回光 明哲说可以期待 但是大型船拥有比较多的厂商 跟中小型的在接下来 可能落差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明哲会建议大家 因为现在持续在涨的是 大型船的孕架 也就是海甲型的孕架 飙涨得比较厉害 所以其中握有大型船的域名 刚刚讲的中航跟星星 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这个议题 记得Chip4吗 目前美国为了要保有 在半导体上游 能够屹立不摇 当然要跟中国来对抗了 所以就找了台湾 找了日本 找了韩国 这四个国家来进行一个联盟 但是听说四个国家 现在私底下有角力战 大家心有算计 而且似乎各有鬼胎 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是不能一起结合起来 到底大家的算计是什么呢 听说友谊通电话非常重要 休息一下 请真会来讲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